在新北市板橋出現了一對亡命鴛鴦 因為拒捕而服毒自殺 其中43歲男性嫌疑犯 因為有殺人前科 目前是被通緝之中 新方來到現場 他們兩人卻已經在車內 扶了氫化物 口吐白沫死亡 新方雙手緊緊握著槍 不敢大意要車上的人 快點下車 出來了 打破車窗 強開車門 穿著白色的衣服 臉部朝下 很怕在巷子裡 不管員警怎麼叫 都沒有反應 走上前一看 這可不得了 女子吞下了製毒 眼睛嘴角都滲出血了 四肢瘫懶 而他的男友握在牆角 也是身中製毒 送醫之後雙雙不治 警方掌握線索 男性死者 43歲的曾東雄 其實是一名通緝犯 在民國80年時 就因為黑幫火拼 開槍殺人 造成一死三傷 最後被判無奇徒刑 好不容易假設出獄了 他卻仍然屢次犯案 最後因毒品案 再次被通緝 四處逃亡的曾東雄 當時載著23歲的女友外出 碰上警方盤查 兩人情急之下 居然在車上服用了 含有劇毒的氫化物氫生 女友家屬直指 都是因為交了壞朋友 才會斷送閻青的生命 一直這樣長得很漂亮啊 黑黑的啊 很保常長的 瘦瘦的 現在小孩也落到高中 是大學都未免住了 為什麼會 會叫到壞朋友啊 我叫到壞朋友啊 擔心蹲苦勞拒絕被捕 最後居然是把車門繁鎖 和女友雙雙福毒一走了之 只留下痛心的家人 記者劉宇君和孟倫 新北時報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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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